我喜欢端然这两个字无名的喜欢 欢从何处来 端然见优色 看八大山人的画 是端然 享受微风中藤以上的片刻 是端然突然想落泪也是端然 胡兰城第一次到张爱玲房间之后 回来后不安给爱玲写信 雪白四壁 我只觉得是无字的藏经格 她无处可去 串了个门 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只觉得灯明黄黄地亮着 这是端然吗 爱玲也心有栖栖焉 茫然间惆怅着 看着窗外一连风雨 写下八个字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她见了她 把头低到了尘埃中 她哪里想得到她是浮华浪蕊 喜欢了17岁小护士周迅德 还替自己说话 我以为我喜欢的 你一定喜欢 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 懂得是张爱玲 慈悲也是张爱玲 这无端的爱和惆怅 亦是她自己的 无人可以分担 端然到底是什么 是素朴 是潜潜静静的喜欢和绵延 是三月里墨上花开的春天 是思春的小舌 是秋日里蓝散阳光下的一丝丝恨与爱 还是冬天里大雪压住红尘的哀愁 那一日去北京人艺小剧场 看小柯的音乐剧凭什么爱你主题曲 反反复复地唱着 我的爱情在哪里 我的爱情在哪里 谁都不知道谁在哪里 何况爱情 我无端地觉得郁闷 男主角不停地扔着纸飞机 一只飞到空中时 我一伸手 接住了 另一只索性钻到我怀里 全场只有我得到两只纸飞机 同去的人笑 看来 你会有爱情了 我哑然 哪里有什么爱情 我只有无边的惆怅与石骨的寂寞 主自聊机的女子 靠光音打发光音 这是又一种端然 我总爱在午夜听收音机 无比地怀旧 一个男人沙哑堕落的声音 调频九十九兆鹤 音乐台 爱放一些老歌曲 他说 那时 童安阁真年轻啊 还有小虎队 还有王杰 齐琴 他说的是九十年代 我也正年轻 和一粒生动的苹果一样 如今呢 我更似一粒核桃 很坚硬 但里面 很饱满 很生动 独今生今世 喜欢里面一句话 他一人坐在沙发上 房里有金粉金绍深埋的宁静 外面风雨琳琅 漫山遍野全是今天 我喜欢最后一句话 漫山遍野全是今天 这要爱到怎么样的程度 才是这种感觉 这是无边无际的端然了 有忧 自然一游喜 在看金平美里 写梦欲楼 行走时 香风细细 坐下时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一个人怎么样 才是 奄然百昧 千交百昧是俗语 奄然百昧就无比的端然 虽然说不出到底是怎么样的好 就像形容爱情 爱情是个端然也喜 端然也忧的 以为的是 或许不是 以为的不是 恰恰就是了 风月场的老手艺先生 不也是爱上了王家之 而王家之自以为是为了事业 就为了爱情 没了命 一切情有可原 一切如此妥当 不死都没有道理了 有一日去南方 看到雾起来 极大的雾 我看到很多风景变得水墨化一般 好像古代影视在雾里飘着 耳机里听了赵荣琛的荒山泪 他唱着 听桥楼二更鼓声声颂听 原来是秋风起扫夜之声 秋风起了 雾要散了吗 我在雾里穿行 忽然伤感的要掉眼泪了 这人生 其实有时寻的是自己 寻来寻去 怕是总也寻不到 就像桃花扇中 侯芳玉与丽娘 兵荒马乱里失散了 在山寺打桥 不易于人从中又相见了 当下惊喜交集 却被高僧疑喝 佛地无男女情 这就是缘分了 这是多么心事所莫的事情 就像我那年执意要看西湖落雪 天气预报说有雪 结果等待了十天 一直不下一直这样让我孤单地等待着 我记得那杭州的清冷 我坐在西湖边的长椅上 发着呆心里清秋一般 其实也未必要等到雪 可是因为有雪总归是好的 所以 有个喜悦的念头 我在西湖边 想起端然两个字来 不觉得惆怅 不觉得寂寞 只觉得喜悦了 有的时候 安静的一个人想念一些人一些事 那是欢喜 是疼痛 也是交代 正月看到大红的对联 写着天增岁月 人增寿 春满乾坤府满门 我从前只觉得俗 如今觉得分外的咽 特别是下了大雪 那红红的对联咽到极点 妈在门口站着 活菩萨式的 我看着就喜悦 天长地久的那种好 浮上来 浮上来 但好像还不够 一直浮到眼睛里 我紧跑几步 握了妈的手 很暖 我一定是写的 我还不够 我也想看着